昨天跟林沙去她的鄉下 只可以說大寮是一個很可愛的地方 明明沿途看到都是農田或工廠 但突然間有一間仙人獎餐廳 她現在約我們來這麼生卡拉的地方吃飯 好像也會有點驚喜 會否真的只是來工廠喝咖啡 我們還是先別太期待, 先看看 我還是先別太期待 我們也很詳細我們 - 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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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裡啊超酷的 - 它是一間新開的咖啡廳 - 你們等一下走進去看就知道了 - 在大樓可以找到這樣有 - 南法風情一秒有出國的感覺的咖啡廳 - 帶你們去 - 南法風情? - 出國的感覺? - 當然有 - 很漂亮吧? - 嗯! - 哇! - 很漂亮的吧? - 跟外面一樣 - 好安靜 - 辛苦了! - 辛苦了! - 你看它真的老宅 - 把它改建成像這樣很有風味的咖啡廳 - 而且外面真的超漂亮的 - 我剛剛也走過一圈 - 看到窗和這個地都是一些老闆的特點 - 地方? - 每天的早上都要喝咖啡 - 但在香港我會喝咖啡 - 如果天氣太熱的話我會喝通力咖啡 - 但來到台灣之後 - 原來台灣有西西里咖啡 - 西西里咖啡廳 - 我有一天沒有喝咖啡 - 我真的很累 - 整個人都很累 - 我也是 - 我早上起來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喝咖啡 - 大寮因為比較鄉下 - 只要有這種有特色的咖啡 - 林西一定會知道 - 和馬仔一定會去的 - 她還說 - 翻身大寮見朋友 - 都會約在這裡 - 因為這裡偏僻 - 所以不太多人 - 也都不怕被打擾到 - 但是慢著 - 我發現這兩個人都沒有叫咖啡 - 但為何你們倆都不喝咖啡 - 我們這幾天拍攝 - 其實我們休息時間也不夠 - 我們一邊有可能吃東西 - 很熱氣 - 所以我們選了這個 - 烏龍菊花茶 - 可以消除眼睛的疲勞 - 還可以在出瘡 - 都可以買點東西 - 我12點後不太可以喝咖啡 - 因為會睡不著 - 我喝了今天就陪你玩到半夜3點 - 好的… - 我不拆你了 - 原來我們有龍菊花茶 - 跟著你有沒有做 - 每年都說 - 你又說想曬黑的 - 對呀 - 平衡一點 - 所以平衡一點都可以 - 我想想… - 如果想要稍微動一動 - 又不想曬黑的 - 你不想曬黑的 - 室內的… - 我知道了 - 在南部以前我小時候的回憶 - 我們會去保齡球館 - 你們有打保齡球過嗎 - 有 - 我覺得我們可以去玩一下 - 很久沒有玩了 - 再拍照 - 跟著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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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就準備了 - 我們現在就準備了 - 跟著你玩就好 - 謝謝 - 好多東西玩喔 - 好多喔 - 好多喔 - 欸… - 好期待喔 - 我們剛進來這邊 - 它有很多遊戲 像剛剛那邊有保齡球的球道 它有像我們自己這樣一組 可以玩四十分鐘 先來找自己的鞋號的鞋子 出發 第一號登場的是我們的 第一次… 好,第一次 九號吧 這個絕對不是我平時的水準 大家當看不到 你好,登場,有最後的鞋子 這是十二號 鞋師傅 加油… 加油 加油 他今天最多是打太陽 好難啊 三號選手,三 哇… 有啊… 有 很準 加油 鞋師傅 不業 有… 有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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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癢啊 哇… 你浴最重的球 對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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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甚麼 他開頭是否讓我們 為甚麼會這樣 哇… 很厲害 哇… 哇… 我跟你們說這裡很特別 塞鞋呢 整個保齡球道都會變成 夜光咖啡模式 好 走喔… 請大家敲一下 走一下 加油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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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二十 球道賽 耶… 耶… 你耶… 哇… 你又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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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整個人都精神了 你當然有精神了 每次都傳中 不跟你說, 肚子餓 我們現在就要去一間 開了60年以上的雞蛋餿 是很多高雄人, 從小吃到大 哇… 十幾種味道, 怎麼選好 哇…好多種口味 他這家店剛開的時候 其實就是三種口味 就是原味, 紅豆跟花生 三種 現在已經有十幾種了 我要選花生 以前開始就有 而且現在還在維持 應該好吃的 有道理… 花生, 好, 那你呢 好, 那我們有巧克力味 要, 我吃巧克力 你可以吃 好了…巧克力 放棄了你 那我吃起司 剛剛吃完才知道 類似的東西 在香港有一點 就是可能它甜的版本 就像沙翁 或者它的口感 是好像我們在竹店 買到的牛腊酥那種 所以一見雞蛋酥 不知道是什麼 但現在吃完就知道 我這個花生口味 是甜的 但我吃完之後 我覺得可能鹹 會適合它多一點 但它的花生醬 也挺濃郁, 挺香 還有一個皮 酥脆脆的 我這個餡 就是我加了巧克力味 我已經吃了一口 其實它已經有餡 不像有些普通的 可能吃了一半 才開始看到餡 還有就是 你不要看它的外表 像你剛才說牛腊酥 但你吃下去 其實那個油液味 其實不是那麼醜 也不會很膩 而且我好喜歡它外面這邊 脆脆的 然後中間鬆鬆軟軟的 然後還有中間的 這個芝士的味道 鮮鹹的很好吃 而且我覺得 因為像高雄 很多人喜歡在 下午的時候 三、四點吃的小點心 這個一刻 大概二十塊 二十五塊的銅板價格 然後個頭也滿大 也是會飽的 但如果我下午三、四點吃這個 我應該吃得滿 好 我應該吃得滿 你也會吃得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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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高雄很熱 跟女神浸溫泉怕甚麼熱 完了一天,要好好放鬆一下 是不是很想睡覺,走來這裡 其實是失望,不能浸溫泉 已經一進到了 這裡很像是我們之前去韓國 一定會體驗一個叫漢珍墓 就帶著那個羊腳偷襟 然後在裡面,你們有體驗過嗎? 有… 原來來就是漢珍墓,就是流汗排毒那裡 真的…排毒流汗 在韓國很流行 你們看旁邊這些 其實都是來自喜馬拉雅山的玫瑰眼塊 然後它會散發出一些微量的元素 我們在裡面就可以吸收這些能量 就會變得很舒服 舒服是舒服 但是呢,在香港已經習慣了這個禁谷的環境 這裡竟然中谷過香港 對,你看看我們已經在44度的地方 我們已經在吸汗了 你才剛進來兩分鐘 你要躺40分鐘 可以嗎? 40分鐘? 可以嗎? 你不是很想放鬆一下嗎? OK… 我們等一下要坐在這裡 躺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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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已經躺在這裡 躺在這裡 OK… 當然啦,你要選一個最舒服的姿勢 躺下來就對了 我要躺得安全 我可以教你 如果你是背 肩膀 比較痠 你就這樣子躺著吧 好 為什麼你都不動了 因為呢,如果我靈了過來 我… 我… 我記得啦 我轉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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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轉到那邊嗎? 你怎麼… 你怎麼很奇怪 不是很奇怪嗎? 不是… 會不會大男人這樣做嗎? 沒有過 我第一次… 跟你們兩個來 女神的第一次被我們… 很害怕 沒有… 是你另外一個來 會,因為香港有點按摩 可能她也會有一些女人的配搭 可以情侶一起去都可以 想不到康師傅你這麼有情趣 是你們對我的想像空間被局限了 我覺得康師傅一定很喜歡 帶她的女朋友過來 對,因為躺在這裡 就可以不說話地睡覺 她是不喜歡說話的 我感覺到有些汗 正在我的腳上 怎麼樣?剛流過汗的感覺 很舒服 我想說,本身進去之前 有些肩膀 肩膀 剛剛特地弄一下肩膀 之後 我出來後真的有點鬆弱 雖然不是鬆弱很多 但我感覺到明顯… 個人精神了一點 這個好快的感覺都不錯 1、2、3 你們兩個很搞笑 真的對嗎? 很好的 謝謝 很棒 蒸完出來,流了汗 就是肚子餓了 肚子餓了就想吃東西 差不多 對,一直有那種很舒壓的感覺 你們覺得吃東西會很放鬆舒壓嗎 心情會變好嗎 以前會 因為我… 現在可能年紀大了 我本身覺得是吃甜品 我覺得是吃甜品 我覺得是吃甜品 超喜歡吃甜品 我跟你們說 吃東西真的挺舒壓的 但是如果是可以吃到薄的話 是不是超級舒壓的 但只有放鬆一次吃放題 一定很爽 就是 你這樣說 我們下一個點是否放題 對啊 林莎說每次回大寮 除了陪家人之外 其實都是去喝喝吃吃而已 但是如果有外地朋友來的話 林莎就一定會帶他們去一間 大寮最貼地的餐廳 這裡是位於大寮的一間消防店 而且剛剛說帶你們來吃豆腐 這裡CP值很高 一個人只要400多塊台幣 就可以吃豆腐了 這麼划算? 即是港幣110元一個? 差不多… 我喜歡大一點 我要搬來這裡 謝謝 歡迎… 夠多水就收買到你了? 對 而且這裡有很多食材 但都沒有調味醃漬 因為我們可以用後面的調味汁 你可以加各式不同的醬料 調味好之後再放上去泡 這裡是珍點自助 連調味都自己調味 對… 我知道康師傅煮你吃得很厲害 真的嗎? 對… 所以交給他調味就一定不會死 交給他就沒錯了 是嗎? 我們等吃就好了 又讓你搶先一步 你可以偷懶了 我是給你機會的 加油… 加油… 交給你了 加油… 笑一下… 加油 大家都知道我本身喜歡吃蠔 所以這次一場來到 一定要嘗嘗這個 老闆推薦的石頭蠔 它看起來 真的像石頭一樣 這個是蠔 來的 我記得是比較大隻的嗎? 既然這裡有這麼多海鮮選擇 當然要選幾個做海鮮湯 其實海鮮湯基本上… 其實海鮮湯基本上… 不需要有很多調味料 我們直接用海鮮的鮮味 可以 來了 來到這裡 拿了什麼? 對,一定要有海鮮湯 因為這裡有很多海鮮種類 加上它本身有火鍋的上方 所以…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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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拿了什麼? 我呢 還拿了這個牛小排 還有這個… 金庫 因為它本身… 它每張桌子都有石紙和牛油 所以我覺得可以做這個 哇… 你這個… 港式BBQ喔? 是呀… 燒烤 不用只吃肉 喔… 那你不要再挖個蝦給我踩了 當然是這樣燒最快的 知道了 我們港式BBQ都是這種特色 不要那麼敏感 開了 開了就是吃了 你要吃一下嗎? 對,康師傅來了 慰勞一下你,見你這麼辛苦 好… 它本身也是很鮮甜的 我不用怎樣用的醬料 都可以吃到它的鮮味 而且它不會太… 有那種… 很重金屬的味道 而且我平時吃過的蠔 吃生蠔多 我不知道有沒有分別 好… 它的海水味不是太重 但有一點鹹香 保留在這裡 換隨著蠔的鮮香味 挺甜的 吃下去 而且最開心的就是 你想要吃多少 就有多少可以吃 我們玩了兩天了 你們這樣子… 跟這麼多女生出去玩 哈哈… 哇… 林沙都會刮個坑裡 我踩 差點噴飲出來 你們覺得 好的一個一起出去玩的旅伴 有什麼樣的重要條件嗎? 你們覺得我是一個好的旅伴嗎? 絕對是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大家有一個好的溝通 因為以前試過跟一大群朋友去旅行 也會有一個負責計劃行程 但總是小不眠 總是有一、兩個可能不太喜歡 覺得一些東西不適合 就開始藏起來 然後有點爭執 我覺得如果大家溝通得好 這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 一個 你是怎樣 節目的福利 不是這個好的女伴嗎? 好… 阿倫,你會不會太容易被藏起來 讓林沙都為你吃蝦 你就知道了 我的心跳得很快 我覺得好的女伴 最重要的是喜歡笑 我覺得另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一定要喜歡玩 無論正味也可以,玩也可以 因為有些人只喜歡正態的活動 我喜歡喝咖啡,休息一下就算了 好… 還要你保持這麼開心 我覺得下一次要你們帶我去香港 一定會… 都有… 復你… 復你… 很美味吧? 還有… 要嘗嘗湯頭 你先喝… 蛤蜊湯 有嗎? 不是,我可以吃 這個就是我不想加太多調味料 的鹽湯 終於知道你為何什麼調味料 蔥、薑都不加了 它一點都不腥,而且很鮮甜 是 如果你加了那種調味料 你可能沒有突出那種鮮甜 可能會令我煮湯 果然懂得煮食 都說了,何必這麼辛苦 根本不用調味 我是特地告訴林沙聽 你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真的嗎? 謝謝你們這次來到高雄玩 讓我就是有機會可以把我的家鄉 高雄就是讓更多人知道 希望下次你們可以常來高雄 我一定會 對,而且我覺得除了高雄 台灣的其他地方 我應該也都很熟 意思是否下次我們來台灣 他都會帶我們去玩 對 可能比台灣觀光大師 對 好 我是不介意,如果可以的話 今天不只是要帶你們來 就是參觀拜拜嗎 其實這邊還是我以前念書的地方 我其實之前是 在圖書館的自求師念書 但是那時候是跟就是男朋友一起 嗨 準備 準備 3 1 1 1 2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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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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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